主席怎麼看昨天鄭文燦正式已經被擠壓禁見 怎麼看鄭文燦已經被擠壓禁見 他就進入法律程序了 他就法律程序樹皮牙問怎麼辦 會覺得這是素餐還是政治鬥爭 蛤? 會覺得是素餐還是政治鬥爭 唉呦 那個是晚上過英節目要去討論的 不是我的工作 我們認真過好一天 林桃說撫牙被拔掉 會不會覺得國民黨現在有點落井下石 會不會覺得國民黨現在有點落井下石 對於政府的環境是 唉呃 好啦好啦 那會 不是選方法是要藍白河嗎 選方法是我們提出來的 選方法是我們 選方法是我 就不要 好啦好啦 趕快 趕快 黃先生跟黃國昌委員的護身都很高 什麼 黃先生跟黃國昌委員 就是你們講那個副主席的是 兩個人護身都很高 這樣怎麼辦 唉呦 我們根本都還沒有 都還沒有這個法令還不用環牢 所以說 避照再環牢都還在得起 好好好 謝謝 謝謝 欸那個選方法他們是超我們的 你要幫我們做證件嗎 好 昨天晚上我就有跟我們黨團講說 今天會請大家吃早餐 我們要一起體驗二三五零的早餐生活 所以是白茶跟焦糖 這個真的是黑糖饅頭喔 各一個這樣子 委員會不會把這個黑糖饅頭 然後送到群錢101給民進黨的委員 也嘗嘗看這樣 就不用了 他們自己 就不用了 我怕他們會拿饅頭丟 很燙喔 好 好 好 二三五零 好 好 好 來 我們提到二三五零 他如果不是這個 二三零 對 二三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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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炒飯吃 切糖饅頭跟白癡 好 謝謝 謝謝 切糖饅頭 我自己蒸的喔 因為我分成氣大跟深 所以有的是內酥外軟 有的是 就跟一般的饅頭一樣 我總共弄了60克 應該是糖果 有的是白的 我總共弄了 自己摸的嗎 我自己摸的嗎 我當然說自己摸的啊 我哪那麼厲害 自己蒸的喔 謝謝 而且等一下還有再發那個 麵仔茶 就是 麵仔茶的話就是 搭配我們二三五零早餐的飲料 大家一起享用一下 我們體驗一下 我們二三五零的生活 來 志倫 太翔哥 沛翔哥 來 我以為上漢會喝二三五零吃 沒有 你們現吃 你們現吃 你們吃吃看 你們吃吃看 不會啊 我們請大家吃早餐 有啥好罵的咧 這吃這個饅頭就是要配飲料 完全體驗二三五零號的生活 我們吃吃看 可以可以 因為我昨天看到鄭文燦今天的早餐是吃黑糖饅頭還有麵仔茶 然後我就想說今天我們早上要開早黨團大會 那不如呢我就先買這個準備六十顆的黑糖饅頭 跟麵仔茶來請我們的這個同事們來一起品嘗二三五零的早餐 嗯 嗯 我覺得蠻歡樂的啦 嗯 那你怎麼看昨天鄭文燦就是終於被擠壓 嗯 我覺得最主要是因為他確實串證 就是說在七月五號呢 其實他是第一天然後被約談 當時他一開始是被約談的身份還不是被告 後來才轉被告的 那後來在檢方的調查之下才發現說 由他的這種貼身機要秘書 其實他們就已經在串證了 所以既然有實際的串證行為的話 那你沒有羈押 那怎麼可以呢 憑什麼收錢的人 憑什麼給錢的人被羈押了 收錢的人卻不用 而且原本桃園地院認為說他離開了 桃園市政府一年多了 所以他已經沒有影響力了 是這樣嗎 桃園地院過去太不了解政治了吧 他再怎麼說也是現任的海基會董事長 他後來才辭職的 那所以他的影響力其實在八年來說 在桃園的深耕 以及他在整個政壇的地位裡面 要串證或者是有些證人還沒有浮上水面 可能都會害怕 可能在這個如果沒有羈押的情況之下 都會遭到影響 對所以說我想呢 這個最後高院地院 這個高院跟地院來來回回之後 做出羈押的這個決定 我覺得是非常正確的 那他不只是一個案子而已 如果從一個案子 另外牽扯出案外案 包含我跟林濤之前 所報的這個郭哲明的農地案 在郭哲明買了一大片農地之後的幾年以後 突然之間那裡就要蓋接運站了 所以是不是一樣的SOP 一樣的手法呢 這個是非常起人疑鬥的 所以我們也希望檢察官呢 勿網勿眾 但是跟鄭文燦相關的土地案件可以一併查清 怎麼看其實七年前 檢方在偵辦這個案子的時候 傳出那個時候就有高層跟鄭文燦洩密 或是地主都可以知道檢方偵辦的行動 當然就是我覺得呢 這個過去在包含是邱台三擔任法務部長底下 那是不是有洩密 然後讓這個鄭文燦提前知道口風的行為 否則為什麼會收了五百萬之後 然後後來又還給這個地主 那其實就是據說是聽到檢方的風聲說 目前有被查 甚至現在傳出來說 他包含是他自己的電話被監聽 他都是知道的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他還如此的膽大妄為 能夠繼續在做桃園的整個包含 航空城啊 然後整個規劃案裡面 都有傳出這可能有涉探的這個嫌疑 那我覺得呢 當時他可能覺得 自己是在天子腳下第一人 但是現在卻被變成 天子腳下踩的第一人 我想問一下 因為前幾天有那個 經濟區有一些淹水災機 他昨天有PO出說 有一些去視察的情況 他被擠說 水退了才過去拍照 哪有啊 我什麼時候水退了才過去拍照 是有網友這樣 喔 那就網友亂講啊 那時候我去的時候 家家戶戶裡面都是水 然後我向公所釣了 非常多台的抽水機 然後呢我們是開卡車過去了 掉了十幾台 當下我是找了台北市的 呃 蔣萬安市長的辦公室主任 一起到現場去看宅 然後後續我們也跟這個 居民說明好了 也跟國稅局聯絡好了 我們會統一用收件的方式 然後他們拍完照之後 那可以在明年度去做抵稅 對所以完全沒有 沒有說什麼水退了之後 然後才去 因為我們去的時候 大家都還在整理 我們有非常多的里長 都可以替我作證 所以我不曉得網友亂講 為什麼我們新聞 要跟著一起亂報 嗯 我們想要去問你 有關女證文才能 嗯 嗯 這就是有人走漏風聲啦 所以我們都知道 其實不管在北檢或是桃檢 很多地方其實他都可能 都有安排他自己的人 跟他自己的眼線 那尤其是像很多周刊的記者 也是一樣啊 都能夠提前得到檢方的資訊 甚至呢在台北來說 有的記者他還可以 持有檢察官的出入證 那是不是很多機密 他們都可以提前知道 所以泄密的可能性 不只是檢察官而已 還有整個檢調跟記者 都有可能是提前洩密 然後讓鄭文燦所知道部分消息的 但還好我覺得 承辦跟主任檢察官 他們在這個方面 掌握到訊息之後 變成是最後收押 禁件的最後一個這個 殺手件 就是說你在七月五號的時候 你就在串證了 如果我不羈押你的話 你是不是就會在外面 繼續用你的實質影響力 來做更多串證的可能性 那這也是為什麼最後 桃園地院還是選擇 要有積加經驗的原因 我問一下就是說 這個鄭文燦他在看守所過的第一晚 然後現在說他的這個防射呢 是沒有冷氣喔 只有一支抽風器 跟這個一支電箱 你能想像這個 在那麼熱的天氣 是怎麼度過這一晚 我覺得他們應該要多多體會吧 不是要提倡非核家園用愛發電嗎 這當然是一個最好的時機啊 就是說民進黨對於能源政策 一直是反核當成神主派 不斷地漲電價 再用人民的公帑去補貼台電 然後讓台電已經即將要虧損 但是他們卻置之不理 那剛好可以讓鄭文燦 這個過去他曾經一度要被傳出說 可能會成為行政院的這個院長 那體驗一下沒有冷氣的生活 要怎麼過 你們昨天沒有看到賴清德笑得多開心嗎 你們知道昨天賴清德去參加的那個 童軍的活動的理事長是誰嗎 是鄭文燦啊 鄭文燦是那個童軍總會的理事長 然後昨天賴清德總統去參加那個活動 如果鄭文燦沒有被收押禁見的話 他們兩個是要同台的啊 可是他們兩個即使沒有同台 知道自己的隊友被收押禁見 你有看到那個得意的笑耶 這個是賴清德的得 得意的笑笑得有多開心 所以我想呢 這個鄭文燦就一句話掰啦 對於經常外食的現代人來說 實在很難確保每天能攝取到足夠好俊 因此越來越多人選擇在生活中 補充益生菌來幫助腸道健康平衡 但市面上這麼多的益生菌 該怎麼選呢 挑選具有專利認證菌竹最重要 面對換季引起的肝癢紅腫 能調整體質的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就是一個穩定健康基礎的好選擇 金三角全校配方 讓腸道增加好俊 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 收入多篇學術報告 也證實了克菲爾的重要性 每天一包 就是健康維持的好選擇 如果你也想嘗試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還可以享有額外優惠喔 每日克菲爾 讓您的生活更健康美好